的話當然我們已經把那個Beautiful Soup裝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利用在那個Beautiful Soup 4 這個套件裡面 它有一個module模組它叫Beautiful Soup 我們就利用這個Beautiful Soup 其實就做一個解架 實際上就是利用那個request一樣 所以前面 因為那個前面的資料像那個CSV Jason 其實抓起來之後就自己切就好了 但是網路上的資料比較麻煩 比如說我們第一個 先利用一個範例 這個地方當然我用YouTube好了 你可以從那個 我們雲端的那個白板上面找到這個 當然我就下面一個超連結 你就把它連結過去 那首先你要觀察 觀察什麼呢 其實一個網頁 大家應該知道吧 一定是HTML 開始到HTML結束了 裡面就放很多 所以有點像一個tree 一個樹 那個HTML再來就是Head Body 主要是在Body裡面 Body裡面又細分嘛 那你要去找東西 其實如果你要從頭找 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 你會發現你可能會瘋掉 哇 這麼多東西 天啊 看完了 所以你要慢慢的有點像抽屍剝繭 找到重要的部分 再往裡面去有點像剝洋蔥 每個人習慣的方法不一樣 我的習慣是 我先找我要找的東西 再往裡面去 去往裡面再去抓 一層兩層三層 反正不管幾層 反正我就要抓到我要的 那他一定是先從外面 找到裡面一直往裡面 所以呢 首先我們有個簡單的方法 我的習慣是這樣 第一個 我要抓的是他的這個 裡面的文字標題 那我要先知道一件事就是 這個東西在網頁裡面哪個位置 他用什麼標籤去把它做區隔 所以第一個選舉他啦 或者你不選舉 按右鍵 這邊有個所謂的檢查 那我建議是用那個 Chrome瀏覽器 檢查之後的話呢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的游標假設放在這上面 你會發現他會很貼心 讓你知道說 箭頭現在指的位置 他這裡面就是這個 那裡面當然會有個超連結 所以一定會有個A 有沒有 一定會有個A開頭 後面的話呢 會有個Class的名稱 OK 那意思是說 他基本上 他的那個Tag標籤 HTML的Tag標籤一定是A OK 那我知道 第一個 特別注意 你要先抓到那個 HTML的Tag標籤之後 再來看呢 他的Class是隸屬哪一個 你會發現他的Class後面等於什麼 等於就是後面這一串 所以呢 如果我知道這兩個訊息 其實就足夠怎麼樣 把它抓下來了 那怎麼抓 首先第一個 我們按部就關 大概知道一下 已經找到了 所以A跟這個Class後面的東西 那再來我們要抓到他什麼東西呢 抓到他裡面的文字 所以你會發現喔 這個文字在這裡嘛 他的什麼呢 他的超連結在哪裡 HREF 有沒有 後面這一串就是他的那個超連結啦 所以這兩個 這個是Tex 這個是REF HREF OK 所以兩個訊息知道之後的話 接下來要怎麼樣把這個資料 從YouTube上面把它爬下來 其實慢慢來 以後如果你學會這一招 很多地方基本上要爬資料 並不是太困難的事情 不過記得還是要抓關鍵的地方 然後我們一步一步來 其實第一個應該有看到 所以待會請注意喔 請你按右鍵 這邊請按右鍵 找到 當然找其中一個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第二個也一樣 按右鍵有沒有 如果你要找第二個 按右鍵檢查 你會發現這一個跟上一個 長得是幾乎一模一樣 這個應該一樣 有沒有 你會發現AClass 也是這個Class 然後你只是裡面的資料 跟超連結不一樣而已 所以呢我們可以怎麼樣 利用第一個 先把那個什麼 第一個請各位先 我先把最後結果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一下 其實程式並不多啦 就這麼幾行而已 那我們要的東西呢 基本上就爬下來了 標題跟超連結 標題超連結 標題超連結 當然你以後可以怎麼樣 把它塞到一個List 或者塞到Database裡面 把你網路上的那個Link 都全部爬下來 像我就是直接把它用Jungle 塞到我的List 那等於YouTube 因為我如果塞到我SERVER上面 的那個Video 流量會很大 那我剛剛用YouTube 當我的Video 的SERVER就好了 可是問題我丟到他那邊 我要把它丟到我的SERVER 那我勢必先要把資料爬過來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可以利用Python來做 是非常簡單的 那可是問題 接下來要怎麼做 我們按部就班來看 第一個的話 我們一樣用Import 這個Request 這個應該沒問題啦 因為我要抓什麼 抓HTML 全部撈下來 利用Beautiful Super 做什麼 做我要抓的那部分 就是A 對不對 跟那個Class 對 所以我只要告訴他 這兩個訊息 他就會幫我抓了 但是特別注意 你要抓的部分 第一個我用Request 裡面的Get 把剛剛那個網址 這個網址實際上就是 我剛剛放在這上面的網址 複製一下 貼到我的那個Request裡面 他就全部抓下來了 應該沒問題啦 抓下來的東西 其實就剛剛看到那一大堆 但是那一大堆我不要 我要什麼 我要其中我要的部分 所以我們可以接下來這一行 就是用Beautiful Super 把HTML抓下來的東西 裡面的Text 交給Beautiful Super 後面記得這個 這個常數固定了 因為我要做HTML裡面的Parser 所以告訴他說 我要做資料的 爬取部分 給我爬部分的東西 那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會幫我產生一個 對應的一個物件 SP 假設這個名稱自己取的 你可以取SP 或者叫什麼Super 都可以 接下來的話 我們在利用這個物件做什麼 裡面呢 他有一個很好用的方法 其實我最常用就是Find Find是指Find一次 如果你要Find很多次的話 那你就Find O就可以了 所以你會發現喔 那當然習慣我先Find一次好了 假設我先Find一次他會抓到第一個 如果你第一個抓到OK 那其他就把它加一個底線 O就是全部抓下來 所以如果我要知道抓第一個OK的話 那我可以先Test 特別注意抓什麼 抓的是A A嗎 特別注意喔 我剛剛不是在那個 超連結上面 這邊有沒有 TD下面有一層 這個前面指的是 那個HTML的Tag標籤喔 OK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這個可以了解 這個一定是HTML的標籤 然後呢再來就是他的Class名稱 所以其實你可以點點一下 這個Class標籤喔 因為它本來很長一串 不過記得喔 有的時候其實你全部 不見得每一個都是這個Class標籤 所以理論上是空白前面這一串就可以了 把它複製一下 那複製之後的話 你就把它貼到哪裡 貼到後面這一串 那特別注意喔 就是Find什麼呢 特別注意喔 所以你打一個Find Find完之後的話 豆點 再來怎麼樣 打一個Class 那這Class特別注意喔 它一定是Class加一個底線 Underline 特別注意 這個Underline要加一樣 等於什麼呢 等於就剛剛那個Class名稱 把它貼上去就可以了 再加一個後刮弧 那如果說我今天已經 這樣就Find一次的話 就抓第一個 我先可以怎麼樣 假設我先不要全部抓 我先抓一個試試看好了 因為有的時候喔 網路的狀況還蠻多的 所以呢 我們先把Print Print什麼呢 Print V看看 如果我抓第一個看看喔 如果第一個可以抓到 那其他應該就OK 所以你把它Print V看看 這個時候請各位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它從A到A幫你抓下來了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 前面那個A指的是 我要抓的那個開頭的Tag標籤 那裡面它有Class 因為那網頁裡面很多A啦 那其中我要的是Class類別 它是這個類別的才要抓 其他不要抓 那它會抓到第一個 OK抓到第一個了 那裡面的話特別注意喔 可是問題來了 我不要全部啊 我只要裡面的什麼 裡面的這個名稱 名稱怎麼抓 另外還有抓什麼 抓裡面的這個 這個Link 所以Link部分的話 那這邊Class後面的話 會有一個HREF 好我要抓這兩個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 把這兩個抓下來 特別注意喔 假設我抓到之後的話 我丟給V V是自己取了一個變數名稱 如果你要抓裡面的文字的話 記得喔 多給它一個屬性 叫點Test就可以了 Test就是裡面的資料 好那你就把它執行一下 Test執行一下喔 OK 看一下 這時候就抓下來了 不過你會發現 Test抓下來了 但是問題是怎麼樣呢 它的前面跟後面呢 有一堆的空白 那當然我要把空白去掉 那你總不可能說 自己手都在把它刪掉 所以喔 如果你要把前後的空白刪掉的話 你可能要多學一個 字串裡面的一個方法 就是去除頭尾的那個 那個那個空白喔 所以這個可能要多學一個叫 Test裡面喔 你可以用一個叫strip 這個strip 這strip的意思就是說 我要把頭尾的空白幫我清掉 記得要加一個小瓜糊 這個瓜糊要加一下 strip OK 那接下來的話 頭尾的空白會去除呢 試一下 這次我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頭尾的空白去掉了 好 那當然喔 第二個部分我要什麼 我要它的hyperlink 所以我hyperlink要怎麼下 所以接下來的話呢 一樣把它print print我的那個hyperlink的部分 那hyperlink的部分的話 記得就V裡面的什麼 V裡面特別注意喔 我要抓 特別注意喔 Test是直接抓文字比較簡單 但是如果我今天要抓的是什麼 抓的是裡面的HREF 那你可能要下一個 用一個方法叫 點 叫get 那get裡面的話 你要跟他講 嘿我要get的東西喔 那我就告訴他說 你幫我抓那個 裡面有一個叫 HREF的東西 幫我get這個東西 幫我把它print出來看看 試一下 所以這個是Test 這個是HREF 試一下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呢 我們的HREF 就會出現 欸有沒有 超連結出來了 OK了 那目前呢 因為我只有fine一次 所以fine一次就是一個字串而已 那如果說你要把全部都抓下來 我剛剛講過啦 很簡單嘛 所以記得啦 我建議是你先fine一次就好 不然你fine全部 它就是一個 串列 一個list 那你要會接啊 怕我怕你到時候你全部過來 不會接 所以第一次 請各位先抓一個 那第二次的話再來就是什麼 fine all 欸我覺得這還滿有趣的 這感覺跟之前那個 我們在讀 讀那個檔案有沒有 realize 是讀一行 realize 是讀全部 那realize 是讀一個字串 realize 就讀一個串列 所以那個python裡面很多 都有 共通性 一次就是一個字串 全部就一個串列 所以串列非常重要 那現在的話呢 v裡面就是一個list 那如果說把這個list裡面的東西 全部都把它執行出去的話 那勢必我就要跑一個回圈 那所以這個回圈的話 基本上就是 跑一個for回圈好了 for s好了 我就用s來接個別的 把這個v裡面的單圖東西 先丟給s 然後這個s裡面的話呢 就是在把它怎麼樣呢 個別的幫我strip出來 用test 然後再把前後的空白去掉 然後呢 前面再串一個標題 標題是什麼 然後呢 網址是什麼 ok 應該可以看懂吧 這個是一個for回圈 就是個別的把 for each 這個資料呢 每一個在這個v裡面的list 幫我先一個丟在這裡 然後呢 我抓一個 一個丟一個 所以試試看喔 如果ok沒問題的話 你就把它全部執行 理論上ok 但是我的習慣是喔 因為那個youtube喔 它前面這邊應該還有什麼 https 然後什麼www 然後youtube.com 所以其實喔 你前面當然你也可以再串一個啦 串一個那個前面的標題 其實它一定是v v是它的 參數的名稱 等於什麼 等於這個id啦 其實這個就是它 那個什麼 影片的唯一的id喔 後面這一串 實際上就是它後面還有串什麼 什麼t等於0 index等於2 左影子啦 等於那個清單 alisa這後面其實就是一個播放清單的 當然未來如果你不要這麼多啦 你可以自己再去切割你要的部分 不過這個可能就後面自己再處理 所以請各位第一個喔 你會發現喔 用那個python來抓網路資料 其實算起來是相當簡單的 應該已經無敵了 我沒有看過有一個程式語言喔 可以這麼簡潔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喔 把重點回顧一下 其實一一就request就抓那個 裡面的html喔 這個就是去爬它 然後呢 我就find它裡面喔 所以抓到這個物件之後呢 我就find 先find喔 所以待會也許你先不要find all 先用find 這邊的話請各位試一下喔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所以YouTube 爬YouTube的資料喔 相對的其實已經算簡單了 後面還有更困難的 像爬那個Yahoo 也許那個 焦點新聞啊 或者是什麼 反正網路上你看到東西 應該都可以爬得出來 那關鍵就是說 你要先去觀察 它的最重要的就是那個 它的html tag標籤 跟它的css的class 大概這兩個關鍵 如果你有掌握的話 其實大部分資料應該都可以很順利的 可以把它爬到你要的位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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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